娱乐转圈圈 娱乐转圈明星大都是彼此熟悉 哪怕是不认识也都听过名字的 说到这就不得不说 一下李飞儿和baby了 前者是黄晓明的绯闻女友 后者是黄晓明的现任妻子 这样的一层关系摆在那 按理来说 李飞儿和baby应该是互相认识的 但近日一则采访中 李飞儿却矢口否认两人认识 当时李飞儿参加某活动时 被媒体记者问道 之前网络上一直有传 你跟baby私下里有些小摩擦 现在有没有和Ingela不比和解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李飞儿多少都是有点惊讶 甚至是生气了 不过好在表情管理很到位 相当淡定地表示 我们不认识I 此番采访一出自然 就在网络上引起了吃瓜群众的热议 要知道 李飞儿与黄晓明的关系 虽然一直都没有得到 黄晓明的公开承认 但当时媒体可是拍到过不少的画面 就连李飞儿自己也都承认了这件事 有这层关系在 李飞儿怎么可能会不认识自己前男友的妻子 而且当时与黄晓明分手的时候 李飞儿可是没少在网络上 内涵贝比的放出的手机聊天记录 多少都有在内涵贝比当小三的意思 甚至可以说网络上 绝大部分有关贝比小三的说法 都源于李飞儿 明里暗里的爆料 如果这还不算什么的话 那在综艺节目 浪解二中李飞儿的表现 就太过明目张胆了 当时黄晓明作为成团见证人 而李飞儿的身份是成员 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李飞儿还十分亲切地 喊了黄晓明一声小明歌 当时两人的事迹见面 都登上了微博热搜 也正是因为如此 贝比小三的说法又盛行起来 甚至发展到 最后从未对此做出任何回应的贝比 都在微博发文了 文中贝比否认自己当小三 称与黄晓明在一起的时候 李飞儿已经与黄晓明分手了 不过贝比在文中 一口一个黄先生的称呼 黄晓明也让人觉得 他与黄晓明的感情 远不如当初那么好了 当然相较于主旨来说 这只不过是一句题外话 总之 十几年未曾回应的贝比首次发文了 意识到事态严重的黄晓明 也第一时间初来立挺妻子 最后甚至退出了《浪姐2》的录制 而始作俑者李飞儿 从头到尾没有对此事 发表任何言论 倒是在吐槽大会上 按戳戳的CUE 倒过贝比发文一事 所以说 如此多的事情都发生了 结果李飞儿 在采访中表示 我们不认识 这多少都有点 让人难以置信了 不过换位思考一下 或许李飞儿的不认识 是在说 他与飞比没有交集 而不是说他 不知道飞比这个人啊 不过加在中间的黄晓明 恐怕又要左右为难了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 谢谢